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真正有大格局的人 言缓 性柔 得后 有人说格局决定命运 为何呢 因为一个人的格局越大 他的眼界就越开阔 胸怀就越宽广 眼界开阔 就不容易被琐事所蒙蔽 胸怀宽广 就能够容得下烂事 一夜障目不见泰山 则是眼界狭窄的缘故 喜欢供胸怀宽广 任用刺杀过自己的管仲为相 忠诚霸业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 以下三个特征越明显 一 延缓 古人云 水深则流缓 玉池则人贵 浮躁的人 总是嘴巴比脑子还快 当他们脱口而出的话 伤害到了别人 才突然醒悟 自己应该闭嘴的 所谓祸从口出 一个人 如果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言说的冲动 肆意而言 就容易为自己招来麻烦 杨修从曹操的口令鸡肋当中 猜出曹操要撤军 于是告知了众人 结果曹操以杨修造言乱军心为由 攒了杨修 一个人只有羽池 三思而厚言 才能让自己避免祸患 得到众人的尊重 有的人 一旦听到别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就立马否定 可是 当别人把观点全部讲完以后 他们才发现 别人的观点是完全合理的 他们太过急躁地否定 结果 却是让自己显得浅薄 无知 一个人的格局越大 言语就越是缓慢 因为他们知道 事物纷繁复杂 只有等一等 看清了全貌 才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 姓柔 老子说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顾及于道 就是说 最高的善 如同水一般 水 善于让万物得到好处 却不争 处于众人所厌恶的地方 所以更接近于道 一个人依靠实力去欺凌他人 那么 即使能够一时得逞 也会给自己留下祸还 所谓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一个人在破败时 狼狈不堪 往往是由于风光时 飞扬跋扈 不给他人留余地 反之 那些失败了 也能软着陆的人 往往是由于风光时 善力万物 为自己积累了太多福报 孙子兵法中说 为师必缺 这个缺就是柔 在围困敌人的时候 不能步步紧逼 不给对方留活路 只有给对方留下活路 让对方看到生存的希望 才能瓦解对方的斗志 取得最后的胜利 蛇柔齿硬 牙齿没了 舌头却还在 太过强硬 只能逞强一时 只有懂得手弱 方可长久 三 得后 有人说 小胜靠智 大胜靠德 有的人 自认为自己聪明 于是 他们肆意地钻空子 来攫取利益 他们成功了 便沾沾自喜 甚至暗地里嘲笑别人愚蠢 一个人最大的愚蠢 是自作聪明 别人之所以沉默 也许不是因为没有察觉 而是因为不好意思揭破 如果一而再 再而三地把别人当傻瓜 那么最终只会让自己走投无路 贪了人事的便宜 会吃天道的亏 这世间的一切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如果肆无忌惮地贪无故之祸 那么到最后恐怕要以百倍的代价来偿还 真正有大格局的人知晓天道的运行规律 所以他们心存敬畏 他们知道厚德不仅仅在乌 最终厚德承载的必然是他们自个儿 曾国藩说 承大事者 守重格局 一个人如果在小事上过分精明 只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那么就必然难成大事 只有把目光从一亩三分地上移开 不给自己设限 才能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获得更多的可能